欢迎出席外交部例行纪卷会 在台湾周边开展军演表达关切 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 美国无权说三道四 中方在台岛周边开展军事演习 是对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 谋独挑衅的坚决惩戒 是对外部势力纵容支持台独 干涉中国内政的严厉警告 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义之举 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完全正当必要 台湾地区领导人上台一时 就迫不及待露出台独真面目 其520讲话是一篇彻头彻尾的台独自白 充分暴露其台独工作者的本性 事实再次证明 当前对台海现状最危险的改变 对台海和平最重大的破坏 就是台独分裂行径 和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势力纵容支持 美方不顾中方坚决反对 派团出席520就职一事 美国国务卿发表声明致贺 有错在先 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了严重错误信号 无端指责中方维护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合法合理举措 更是错上加错 我们敦促美方认清台独分裂势力的 本性和野心 认清其给台海和平稳定 和中美关系带来的严重危害和巨大风险 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兑现美国领导人就台湾问题所作承诺 停止以任何方式为台独势力撑腰打气 停止以任何方式为台独分裂势力的